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早年设计过的一款无人机 我以前是学飞行器设计的 后来我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是为科学家来提供仪器设备的共享服务 宇宙是人类的终极梦想 火星究竟什么样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火星 无数个这样的问题 从小就在我脑海中闪现 可能是对机械的热爱 对未知的好奇 我决定 踏上这次去往火星基地的旅程 从北京到甘肃 全程1500多公里 地梦 气候 海拔 挑战何其多 我当时选车的时候呢 把市场上所有同级别的车都试驾了 那最后为什么选择了它呢 因为精确不凡 机械设计的基础要求是精确 更高的要求则是不凡 其实我们龚克兰的浪漫 就是星辰大海 简单来说就是实现人生理想 也为这个世界超到一些价值 这次自驾的乐趣很大程度上 是真的超给我的 在这样的路上开车 真的是不能更爽 太爽了 它让我享受到了这种 驰骋追悦的感觉吧 很多人认为欧哥 只是一辆城市SUV 4120米 但作为北美销量冠军的它 在我们欧哥车主的心里 它有着更多可能 欧哥的这个雪地模式很有意思 在积雪路面上呢 有一个调校输出 第二个呢是 它有一个超级四驱系统 所以在整个积雪路段的时候呢 表现得就特别的安稳 特别的稳定 让人很有信心啊 通常成功人士 会追求昂贵的东西 来彰显豪华 但我对豪华的定义 并不在于价格 而是内在的体验 现在这里也没有信号了 只能靠地图来试一试了 这是一次充满未知的自驾 也是我和欧哥一起面对的挑战 我愿意和他一起走 别人没走过的路 看别人没看过的风景 火星是人类六十多年来 火星是人类六十多年来 一直想要去探索 但仍然充满未知的地方 来到这里跨年 是我送给自己人生下一城的礼物 保持心中的那一团火 为梦想而努力 做平凡生活里的超级英雄 这一路经历了不少苦难 但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 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本来以为应该是红色的一片大地 但是这次来下了雪 但还是蛮兴奋的 也是特别激动的 终于实现了我儿时的一个梦想 也算是给自己交代了 广汽亨打 感谢观看